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台北站揭開序幕 接著一路往南 草原 浪漫台三線 高雄最後抵達國境之南 路線橫跨七線 縱長超過665公里 考驗選手們的體力耐力毅力 與團隊合作 其實滿期待浪漫台三線 因為它的路況比較豐富 比較多元 就是可以篩選出選手的好處 歷經取消雨延期 2022環台公路大賽終於重啟 將於10月2號到6號舉行 備受全球關注 那麼全球呢 有超過60個國家 兩億五千萬的觀眾 台灣的好山好水 也讓台灣的風土民情 以及我們中華隊優異的一個表現 能夠讓全世界看到我們台灣 好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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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